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周成知道,就这两天,夏小兰肯定要来看她的 28号的车票,晚上歇一歇,29号肯定要带家里人去逛逛京城 9月1号开学,那不是30号,就是31号 这两天里,有一天会来看她 30号的早晨,周成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21岁的周成办事挺老的 入午的早,经过生死考验的,内心比同龄人成熟 但她的生理年龄也就刚成年 21岁的小鲜肉是啥样呢? 皮肉是光滑的,熬夜不会太困 睡两天,那黑眼圈就消了 连长出的胡子都还不是那种特别粗硬的 不管咋说,周成还是仔仔细细把自己收拾干净 对着镜子,把刚冒出来的软软的胡渣子给刮掉 头发本来就是寸头,用湿毛巾抹着肥皂,擦一擦就清清爽爽 和方式中高飞两口子撕破脸也有好处 讨厌鬼也不在周成面前晃荡了 夏小兰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高飞还敢往周成身边凑的话 那部队里的唾沫星子都能把高飞淹死 方式中肯定也要让自己老婆和周成拉开距离 两口子现在是一致把矛盾转移到周成和夏小兰身上 要不就这事就有得闹了 不想打交道吧 团里就这么大 方式中的宿舍和周成还在同一栋楼同一层 就是隔了几个房门 大早上周成就在打扮 方式中咕噜咕噜把刷牙的泡子吐在水槽里 小声嘀咕 真是个娘们 大男人 谁管脸咋样啊 周成长得好看 还爱卫生 方式中小时候卫生习惯不好 当兵后睡过野外 那就更不讲究 要不是结婚后有高飞管着 他都不会坚持每天刷牙 现在也坚持不了 高飞要是不来部队 方式中也会偷懒 今天早上方营长主动刷牙 就是因为高飞昨晚睡在部队 高飞最近也爱往部队跑 医院的实习结束了 正是落实工作还得等半个月 他可不就是很闲吗 方式中不敢不刷牙 不刷牙 高飞不让他亲热 除了刷牙还得洗屁股 不然连老婆都不能碰 方式中三十出头才娶老婆 刚刚知道男女之事的乐趣 最近可听高飞的话了 回去说给高飞听 周成有多娘气 香皂洗脸 洗了脸 还往脸上抹东西 高飞嘴上跟着自己男人讨伐周成 心想方式中到底是农村的 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 两人都说不到一块去 他要交的地方可多了 周成的习惯倒是好 可惜周成不接他的橄榄枝啊 不过周成爱干净 平常也没有这么讲究啊 高飞一算日子 不是大学报到吗 今天夏小兰要来 你咋知道啊 哼 你只管看 高飞神迹妙算 猜中了夏小兰要来 却没想到 夏小兰不仅是一个人来的 说说笑笑的 把部队当成马戏团了 夏小兰来的时候 后面屁颠颠跟着几个兵 一口一个嫂子叫着 抬着三个大箩筐 里面全是装的大西瓜 还有兵抱着两个大纸箱 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风得严严实实 今年的西瓜一毛五一斤 上个月大量上市 一整个夏天 高飞都已经吃够了 每次来部队 他也给方氏中另一个 他虽然还没正式工作 可方氏中的工资 可是上缴了 一个月工资上百块 那要是一毛五一斤的西瓜 都吃不上 那他这君嫂 还有啥当头 但要让高飞像夏小兰这样 每次来部队 就买这么多东西到处发 方氏中的工资 购买几次 看把他能的 高飞砰一声关上窗户 银长 这西瓜 先搬到我房间去 一会儿把一银都集合起来 分西瓜吃 吃西瓜啦 今天有西瓜吃 几个兵笑着要跑 周成叫住他们 等等 两个纸箱抬过去 西瓜别放我房间了 那绳子把筐子拴老点 吊到井里去冰着 吃的时候再把筐子拉上来 部队在郊外 有自来水系统 也有自己的深井 井水冰过的西瓜 凉丝丝的会更好吃 刘姨 舅妈 你们也来了 走 上我屋里坐去 两个长辈都来看他 周成不会不识好歹 就是原本能和他媳妇 拉拉小手亲亲抱抱 现在也只能忍住了 刘子涛穿过来 抱住周成的腿 姐夫 还有我 还有我 周成把刘子涛拎起来 没忘记你呢 一会儿带你打枪去 趁着刘子涛捣乱 周成总算偷偷牵了一下 他媳妇的手 夏小兰都不用甩开 周成自己就很快缩回去了 箱子里是一些罐头 你留着慢慢吃 要是太多了 就分点给别人 周成胡乱点头 两人还是7月24号 小兰生日时见过 一别又是一个月 她咋看媳妇都是看不够的 周成忽然又想起来 夏小兰的手 你的手腕还疼不疼 这下 她能正大光明 牵起了看 还轻轻地捏了捏 夏小兰表情没露出异样 周成就知道 她这骨猎 差不多已痊愈 不疼了 不疼也要仔细扬扬 我听说啊 大学生都是自己洗衣服 你不许碰凉水 衣服脏了 一周拿来不对一次 我给你洗 夏小兰瞪她 那还不臭雕啊 刘芬和李峰没走前面 听见周成要反过来给夏小兰洗衣服 她就想说话 李峰梅拼命扯她袖子 女人干家务活是常态 难得遇见一个要替女人洗衣服的 为啥要反对啊 小两口现在感情还好着 以后洗不洗衣服再说 先把现在的好给抓住 李峰梅比刘芬精明 刘芬就不自身了 周成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 刘芬和李峰梅来 团长和政委还跑来转了一圈 周成直接就给介绍 是丈母娘和舅妈 团长拍拍周成的肩膀 好好捎带 对了 你手续的兵拎着的西瓜咋回事 西瓜给团长送了去 给政委送了去 还有参谋长 二营长都有 唯独没有方氏中的 周成很是耿直啊 反正他们吃了我媳妇送的羊 还是要去举报 那这些西瓜 我就留在一营自己吃了 剩下三十来个西瓜 一营的兵自己吃 还能每人都分到一块 凭啥要给别人吃 吃了还被举报 团长和政委都无话可说 上次那举报是匿名 是谁举报的 大家心里都有数 周成这不是记仇 周成是不拿自家钱买的东西 去喂狗了